如果你是選用烏壇木做的 烏壇木本身就有这种去病器 然后也代表帝王之木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烏壇木所做的一个葫芦造型 然后其实它里面放了一个铜铃 那这个铜铃本身就有这个画煞招材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葫芦 结合铜铃的这样的一个摆设放在你的大门 因为大门是一个一家当中的一个影器的地方 我们进出都要从大门来进出 所以当你每次在开大门的时候 就会摇动这个铃声 代表什么画煞 财运 好运来临的象征 所以你在每次在开动这个门把的时候 推动它这个门把这样一振动的过程当中 就达到一个风生水起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把它黏在你的门的大门外面或里面 接近门把的地方都可以 那有些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到冰箱 有时候冰箱呢 就是 其实冰箱要让柴库饱满的话呢 其实冰箱一定要打扫干净 其实很多的婆婆妈妈 其实最大的好习惯 也是最大的坏习惯呢 就是塞太多的食物了 然后呢 很多过期的食物啊 塞在里面 然后有些可能都已经坏掉了 还舍不得丢 然后一打开就有异味 有没有 冰箱实在有够 嗯 不香 很臭喔 那一种的话也会让你的健康啊 跟你的财运呢 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葫芦呢 因为它背面呢 有这个磁铁 你可以把它黏在你的冰箱上面 所以每开冰箱呢 也可以帮助你呢 造财库去病气 当你没有办法去移动 你的摆设的时候 或是没办法改变你大门的方向的时候 那葫芦呢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葫芦呢 本身的话就是呢 有化煞气的作用 化煞为财 然后铜铃呢 也有这个驱除阴气 呼唤财神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风水小物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呢 提升好运的方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谢谢大家